猫山王榴莲和金枕头榴莲为什么价钱会差这么远呢? 猫山王榴莲和金枕头榴莲的价格差异主要源于它们的品种和产地的不同 首先,猫山王榴莲是一种名贵的品种 它在马来西亚热带雨林地区生长 因其甜度高,肉质细腻,香味浓郁,口感独特而被受追捧 与之相比,金枕头榴莲是一种常见的品种 产于泰国等地,口感不如猫山王榴莲那么好 其次,猫山王榴莲的种植和采摘过程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 它们的果皮更加坚硬,切开后需要仔细地去除果肉上的种子 而金枕头榴莲则相对较容易处理 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它们的价格 最后,猫山王榴莲的产量相对较低,供不应求 价格自然也就相应上涨 而金枕头榴莲的产量较大,价格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猫山王榴莲和金枕头榴莲之间的价格差异 主要取决于品种、产地、种植和采摘成本、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 很多人逗逗在问,到底猫山王榴莲比较好吃 还是金枕头榴莲比较好吃 来我们过去看看一些网红怎么说 大家好,你们应该知道我是榴莲的终极爱好者 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榴莲产品 什么榴莲披萨,榴莲蛋糕,榴莲千层,榴莲饼,金枕榴莲,猫山王榴莲 猫山王榴莲 我买了一个,300块钱 还买了个金枕,150块钱 榴莲是真的贵哦 这猫山王榴莲是3斤,1斤100块钱 这金枕榴莲是5斤多一点,1斤20块钱 所以它们价格整整相差5倍 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这种高级榴莲 和这种市面上都能买到榴莲,吃起来到底是有什么差别 先把这打开 哇塞,超级小 那么吃之前我先屁话几句 猫山王榴莲它是榴莲的一种比较高级的品种 猫山王榴莲是一种优质的榴莲品种 猫山王榴莲是一种优质的榴莲品种 其果肉质地细腻,甜度高,香气浓郁 因此备受消费者青睐 在市场上,猫山王榴莲价格相对较高 也被认为是一种高档的水果 产至于马来西亚 因为这种榴莲它只能遵循刮熟地落的原则 所以它产量非常稀少 也就是物以稀为贵 分析的很好,有做功课哦 这不是知道了吗 猫山王榴莲梗比较长 普通榴莲梗比较短 猫山王榴莲刺比较饱满 普通榴莲刺则没那么饱满 猫山王榴莲屁股有个五角形 普通榴莲则没有屁股 好了,屁话讲完我们就开始切榴莲 沿着这五角形切 开榴莲是需要技巧 还有耐心的哦 沿着榴莲的线条切下去 然后扒开 这就是正统的开榴莲的方法 看着小伙子开榴莲 应该是新手吧 哇,这个榴莲味够 终于成功打开了榴莲 把这个开了 感觉这个大哥好像还没有多少榴莲肉 我们把这榴莲肉都给拿 用筷子夹榴莲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哦 其实还好 一般上人吃榴莲是用手的 看一下,这盘是猫山王 这个肉真的很金黄 这盘是金枕榴莲 就是淡黄 颜色上来说应该还是挺明显的 这个会更加黄一点 味道上的话 这个猫山王榴莲味道会更重一点 先来尝一下 诶 为什么要吹一下 有看过用筷子吃榴莲的吗 它吃起来怎么说 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甜 它是甜的 但是甜里面带点微苦 就那苦你还是能尝出来的 我感觉这猫山好像并不是很甜 为了显得我比较专业 输个口 再尝一下金枕榴莲 真的 金枕榴莲的话 我感觉是要比猫山王要甜 但是口感那种软的程度来说 我觉得猫山王会更好一点 我来 真的 猫山王它是甜中带苦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苦味 虽然说它是微苦 但是甜中带苦这味道我感觉吃的就有点奇怪 嗯 吃了这四口猫山王榴莲 我感觉 100块已经没了 我还是觉得金枕榴莲好吃 那么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这个猫山王榴莲和这个金枕榴莲 我个人口味觉得 我觉得还是金枕榴莲 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因为这猫山王榴莲它的口感虽然是比这种金枕榴莲要好很多 非常软弱那一种 但是它的味道就是甜中带苦 而金枕榴莲就是纯甜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纯甜的榴莲 而这种带苦味榴莲可能是更加好的榴莲才会有这种味道 但是我不喜欢 而且这个猫山王榴莲一个就要300块了 而这金枕榴莲一个的话只要100多 如果你让我重新选择的话 我应该会买两个金枕榴莲 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这猫山王榴莲不好吃 只能说是不符合我的口味吧 但是如果你是追求榴莲的极致美味的人 你可以试一下这猫山王榴莲 可能会符合你的口味 反正我个人是真的不喜欢 口味是因人而异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偏好和品味 这也适用于榴莲这样的水果 猫山王榴莲以其细腻的果肉 浓郁的香气和高甜度备受欢迎 但价格昂贵 相比之下 金枕头榴莲价格相对较低 尽管口感烧刺但产量较大 因此也有其拥顿 不同品种的口感 产地 品质 价格 市场供求等因素 也可能影响到消费者的选择 因此 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 口味和预算 尝试不同品种的榴莲 以找到自己最喜欢的水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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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